曾经是知名演员的银色夫妻严凤娇跟吕耀华 多年来转行投资经营美容事业 在去年公司跟台北市27家的美容工作室 终止了合作的关系之后 遭到指控说涉嫌侵占还有账目不实 严凤娇在结婚之后渐渐淡出了演艺圈 转行投入了直销跟美容的行业 在业界也打响了知名度 而新事局传唤两个人说明 严凤娇强调说工作室都是公司出资 和店长没有合伙的关系 但是一直无法拿出毒资的证明 警方已经依照了卫造文书侵占 将两个人含送法办了